駕駛車開到路口 正在左轉 左側後方 突然遭到一台黑色轎車撞擊 整台車90度大轉彎 路口停等區更慘 機車全被撞倒在地 場面驚險 車禍就發生在週末夜 瑞峰夜市前的路口 五台機車被撞飛 其中一台還被捲進車底 轎車 腳踏車也被撥擊 五人受傷 但趙氏駕駛第一時間沒有下車 是目擊民眾把人拉下來 趙氏的四十歲張姓男子 第一時間向警方攻稱自己是自由業 但事後一查發現男子竟是警官 他是刑事局的張姓谷長 從僅十多年最近剛北調 支援警政署擔任署長秘書 如今酒駕開進夜市鬧區 撞傷五人 還好沒有波及路人 但執法犯法 除了被依照公共危險罪移送 以十五萬交保之外 署長陳嘉欽也下令 依規定降調非主管職 大好前程 毁於一旦 記者胡錫音陳古民高雄報導 大好前程 是 感谢观看